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HONDA CR-V本地开放预定 这一次这一款车 在我国拥有双引擎的选项 分别是1.5L VTEC Turbo引擎 以及2.0L EHEV混动引擎 大马版一共4个车型可选 分别是S、E、V以及RS的车型 这一次新一代的CR-V主打的 依然是出色的空间 虽然本地没有7人座的车型 不过它的微箱空间有586L 如果放到第二排的话 空间达到惊人的1072L 是同级中最大的 另外配备可以说是给好给满 新车给到你同级少见的8个Airbags 同时全车系标配 HONDA Sensing先进主动的安全配备 而且大家期待已久的360全景影像功能 这一次也能在这一款车上看到了 加上还有12个Boss高级音响 整体来说你想要的它都有 相信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消费者需求了 另外Ivan上个星期已经去泰国试驾这一款车 并且试驾影片已经在上个周末上线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观看哦 这里也提前爆料一下 据悉新车将会在12月发布 不过具体是哪一天我们就暂时不知道 不过老规矩订阅我们的频道新车发布过后 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介绍影片 还有如果大家想看我私家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哦 第二则新闻 新一代UNCLE车第九代Toyota Camry 也在上个星期与美国市场首发了 这一次这个车款不只在外观上变得更帅 内装质感也大大提高 只不过我们期待的2.4L Turbo引擎 就没有出现在新一代的Camry上 稍微有一点遗憾哦 虽然说是新一代的车型 不过第九代的Camry 依然是基于和上一代Camry一样的 TNGA GAK平台打造 只不过原厂表示他们对悬吊进行重新调教 因此这款车的操控表现会比上一代更加出色 不过口说无凭 实际到底强了多少 只能等我们有机会试驾才能告诉大家哦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一次这个车款一点都不安割 因为它采用了更年轻化的外观设计 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啦 你们觉得呢 另外在内装可以看到它和更高级的Crow 使用同一款的设计语言 在门法和中控台上有大量的皮革包覆 看起来质感相当出色 至于在动力的部分 之前外界盛传的2.4L Turbo引擎 并没有出现在新一代的车型上 目前原厂仅公布了2.5L Hybrid引擎的单一选项 它分为了Front View Drive以及All View Drive的两种驱动形式 前者是引擎加上双电机综合输出最大马力225hp 至于后者则是在前轮驱动的基础上 在后轴加多一个电机形成三电机的布局 它的综合输出有着232hp的最大马力 不过对于更多的引擎细节则暂时还未公布 那这款车会在2024年春天抢先在美国上市 据悉明年年末也会进军东南亚市场 而且作为原厂的重点车型 相信很快就会来到大马市场 不知道各位车迷会期待它的到来吗 来到我们的第三则新闻 广汽传奇引述现身大马 货已经开始在本地市场 上个星期我们才上传了 爱问在中国简短体验GS3引述的影片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重温哦 那这一款车的右驾车型 也几乎同步被拍到现身我国路上 因此相信原厂可能已经开始小规模的市场这一款车了 这一款车的定位是一台B-Segment的SUV 而它在本地的对手就是 Broton X50 Honda HR-V 以及Cherry Omada 5红级车款 那它主要的卖点除了机甲风的外观之外 它搭载的是一具1.5L TGDI涡轮增压引擎 重点是它是四缸引擎 而且它拥有最大马力表现174HP 峰值扭力表现270Nm 0-100的官方加速成绩是7.5秒 这个成绩比其它的几个同级对手毫不逊色 另外据悉这一款车的预计售价将从110千起跳 以这个价格来说 这一款车在市场上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加上它在中国出色的销售表现 因此它的到来我相信会为这个级别的车款 带来一番龙争虎斗 也让我们更期待它到底能不能延续在中国市场热销的这个势头 你觉得它有没有能力从X50和HRV手中抢走它们的市场呢 第四则新闻 Toyota Heriot北美版无预警宣布会在2024年停产 北美版的Heriot其实是以Venza为名贩售的 不过为了异于大家的了解 我们就用Heriot来为大家介绍这则新闻 在上个星期除了Camry之外 原厂也在美国市场首发了Cloud家族的第四款新车 Cloud Signia 这一款车的定位是中型的SUV 并且它主打的是能够完美的符合用户户外需求的一款车 而因为这一款车的加入 让原厂在北美市场的SUV阵容过于臃肿 因此迫于无奈他们就选择停售在当地仅卖了4年的Heriot 目前还拥有出色销售成绩的Heriot 让入给更新的Cloud Signia 不过虽然北美会停产这一款车 但是因为Heriot多年在亚洲市场积累下的口碑以及历史地位 因此原厂并没有打算在亚洲市场停售这一款车 它依旧会在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地区销售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 各位喜欢这一款车的朋友在未来还是可以在我国买得到它的 来到我们的第五则新闻 Stanantis东门地区高层确定明年Puget多款新车会登入大马市场 其中包括了Puget 408以及纯电动的B-Segment SUV E2008 根据Puget母公司 Stanantis东门地区COO透入的消息 明年他们会在我国Kurun的工厂带来三款CKD 本地组装的重量级车型 其中一款是目前从中国CPU整装进口到我国贩售的 Pickup Truck Landtrak确定以CKD的形式登场 同时也有可能以CPU整装进口的形式导入一些新车 另外他也确认了之前多次在本地测试的Puget 408 将会在明年来到大马市场 虽然他没有提及是以CKD或是CPU的形式贩售 但是据他们所说 他们打算尽可能地利用Kurun工厂的产能 因此相信这款车以CKD的形式登入我国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另外之前有在我国展出的E2008 已经确认明年在我国正式发布 那不知道各位比较期待哪一款的Puget新车来到我国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